11号 兄弟金门们好 哎呀 我今天的敏感特别特别厉害啊 兄弟金门们 这个特别是今天 昨天晚上我一直在等着几个消息啊 这个大家能注意到 昨天香港的市场 香港的股市 香港的金融市场 特别是 昨天晚上大家能发现 在香港的隔夜的银行 拆解利率的变化 这说明共产党的经济 真的是玩球蛋了 彻底完蛋了 而且你能真正的看到 香港这个改变账的经济 就为了能称所谓的共产党的 二十大 这就简直是了 就造假造成这个程度 你没法想象 你没法想象 所以说兄弟姐妹们 你知道这会牵扯到多少人的生命吗 多少人穷家荡产呢战友们 所以说不可思议的 然后呢更夸张的事情 这个二十大要来了 哇塞这二十大 二十大 他开个二十大 多少人要家破人亡 这个在东北 在这个辽宁 吉林 黑龙江 包括在新疆 抓人都抓疯了 都以隔离的理由 把人给关起来了 所以啥叫清零啊 清零就是战争前的准备 社会压力测试 政治上的合法 可以把你杀掉 关掉 让你封掉 抢夺你资产的一个借口 政治工具而已 行事啥呢 行事啥呢 所以说兄弟姐妹们 你看到共产党 是个王八蛋的邪恶 你就从二十大以前 你就知道 他为啥要搞隔离了 他为什么要搞隔离 他不是让你要好 他不是让你有饭吃 他这有合法的理由搞你啊 然后在那个蒙古 哇塞 在蒙古啊 咱们在蒙古的战友说疯了 就是任何过去不听话 任何所有的在之前表达过一些 有想法的建议的啊 所谓叫不稳定分子 都给抓起来了 所以说这个社会有多邪恶啊 那么另外一个大家看到这两天这个国际金融市场 国际能源市场发生了什么情况 然后中国共产党一 只有共产党啊 一说不让喝白酒了 中国的所有白酒 白酒乳全都跌了 就这赶门杖子都撑不住了 赶门杖子都弯了 都弯了 为啥呀 因为中国的好酒和白酒都是共产党喝的 不是老百姓喝的 中国老百姓动不动我强大的国跟你毛的关系呀 就那个十来个家族控制全中国 也就是所谓的真正的几百万党员 控制了14亿中国人 是吧 这才是真相 那酒轮得着你喝吗 你能喝茅台吗 你能喝五两夜吗 都是假的还 是吧 人家喝的是三十年五十年还都是真的 你看整个白酒股暴敌 不但如此 昨天晚上在广州 在广州抓了大概几十个人 都是过去广州的公安上的 广州的政法委的 为什么抓的 在广州被抓的这些人 和在蒙古的被抓的人 都被称为二十大前的所谓的不稳定分子 被抓的这些人当中实际上都是有高学问的 也就是翻了墙 看了一些海外的信息 什么大纪元啊 还有这爆料革命啊 还有一些海外网站呢 被他们给盯住了 二十大前给抓了 一抓 过去抓抓个人啊 到单位抓 现在抓直接到家抓 把家里人也给抓住 这共产党现在这个纳粹这个行为 已经到了上心病狂啊 令人发自止的程度啊 令人发自止的程度啊 但是兄弟姐妹们你看到啊 整个在西方世界就这两天在干什么 全西方世界在乌克兰俄罗斯所有的问题发现 背后都有共产党的影子 而且所有的西方世界都知道 美国面临的最大的危机就是共产党要用人民币 数字化人民币挑战美元地位 然后在中东布下这大局啊 能源挑战美国 所以说现在西方已经明白了 但是战友们不是美国明白了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啊 我要省鼻涕 不是说这个他们明白了就能解决问题的 不是那么简单啊 你配合挺好啊 可以 所以说兄弟姐妹们 现在你看到的整个这个西方在能源上 美元的地位上 科技上都真正的意识到了 西哥咱爆料革命这几年对世界的警醒 现在西方人哎呀我的妈呀都在说 哎呀爆料革命新中国联邦了不得 如果当初如果当初人生哪有什么如果 是吧 现在共产党意识他们共产党也意识到 美国和西方在科技领域金融领域 特别是在媒体领域 已经是完全的觉醒 所以这个二十大啊 二什么叫二十大知道吗 七哥从来没跟你说过 所谓谁进常委啊 政治局 那有蛋的用啊 那有蛋的用啊 是不是 那个七哥可以说百分之百知道 所有的常委 所谓的政治局的安排 没求用 这一次是整个的中国 党章宪法大改变 说白了就是总统制 就是总统制给你合法化 而且总统制把总统制写下来的什么 整个全国的这个省市啊 三级管理制度啊 行政制度和中共啊 整个总统制后的 所谓的虚假的三权 三权鼎立 完全归于 完全归于 所谓党领导啊 就是把党变为皇上 叫党皇的时代啊 共产党就是皇上 共产党就是千千万代 就这样了 你服不服啊 要把党章凌驾于宪法之上 要把党章不适合示意的事情 这次全部改掉 对台湾 对香港 对新疆 对民族 对党在所谓的国家民族利益上 要党代表一切 党要彻底代表一切 而且要 这次党章的修改 和宪法的修改 外界根本一点都不知道 荒唐吗 就是西方 完全不了解 共产党的党章 和宪法的修改的目的 就是千秋万代 爹亲娘亲不如党亲 没有共产党 没有新中国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全人类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地球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银河系了 知道吗 他玩这个呢 西方一点都不知道 但是对咱们来讲 说实在话 有啥意义呢 这是好事 他越疯狂 我们越有机会 让世界看到共产党的威胁 他越疯狂 越让我们能看到 爆料革命新中国联邦 能尽快地铲除共产党 所以说 现在共产党坐在中南坑 坐在北京城 运筹为卧椅 太阳系之外 是吧 让他疯狂吧 本质上是说白了就是加大恐 本质上就是党内的斗争 本质上是共产党对人民的恐惧 和对西方的恐惧 现在共产党要加大 比如这次 加大媒体宣传力度 发出党的所谓的正能量的声音 要把老百姓和党彻彻底底的社会定位搞清楚 就老百姓你就老老实在 待着当奴隶 别说政治 别谈宣传 更不准妄议党中央 然后在党内 要清党 要严正绿党 怎么说的 昨天晚上说的词 就是要把党的行为和生活 就像过去的 三大 什么 三大纪律 三大纪律 十项纪律 什么 就是实际上什么 三大纪律 拔向主义 要重新来 三大纪律 拔向主义 对了 然后呢 要重提 人民要过上一个准备过苦日子的时代 然后呢 要做好所谓的两个百年的目标 抓住历史上千载难逢的机遇 就是干领美国 领导全世界 我R你八分数中共产党 我踹死你 我踹死你 我 哎呀 你反应挺快呀 这脚咋样 这脚咋样 啊 是吗 дел 啊 他是人 咋子 juga 就是 人 我